老阿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醋包的样子问题 第一个醋包就说买回来一个礼拜 来的时候就发黄 现在还是 那我想问一下这位醋包 你买的时候为啥不挑个绿的呢 为啥整个黄的呢 其实说白了呢 只要心里有些发黄啊 略微的发黄它就营养不良 你要是时间再长了就黄花病 明白了吗 所以说你擦亮自己的双眼 那些话说我现在怎么办 它现在开花需要咱们补肥的时候了 繁肥水是最好的选择 有话如果没有繁肥水可以买 你不要买的话 你又整花粉池里边那种 发酵的沸肥有机肥都可以给它整 好吧 可以换一个大一号的花盆 给足光照 这玩意儿除了怕冷 怕没有光照 其他还好 下个肉宝说 芝子花最近几天叶子周围一个 叶子发软咋整就 这个就是黄花病 就第一个臭宝的叶子 略微发黄 你过上一段时间就成你这样了 这就黄花病了 成了这种样子之后呢 就得修剪 把所有的黄叶给它剪掉 然后呢 用杀菌药配合繁肥水 明白了吗 周围 下个周围说 你看小丽花整颗蔫怎么回事呢 给足光照 如果说你那边温度很高 光照很强 它会应急的晒得有点蔫 这个没事 它会缓过来 小丽花就这样 别的没什么 摸摸盆土 干了记得浇水就行了 养的挺好的了 你不能人一天到晚 24小时都有精神吧 对不对 总有睡觉的那一会儿 不精神的那一会儿 打瞌睡的那一会儿 换手理解就行了 下个周围说 你看这个咋的了 我也控水了 也用了杀菌药了 它还是这样 要考虑温度的问题 这位臭宝 我看了一下 这个是垂丝茉莉 你下回拍的时候 你别这样拍 你拍个整体 你把整体的拍出来 你光让我这样看 我啥也看不了 整体的看 咱就看明白了 明白了吗 所以说你控水了 这是一回事 你这个盆子拍水透气吗 我跟花儿梅说过无数次了 你看我们 大棚里面用的所有的花盆 都是第一点 保证拍水透气 这个根系从盆子里面 长出来以后 它就接地气了 明白了吗 用土话说就接地气 说白了呢 你那个花盆 我估摸的 应该是个瓷盆之类的 你就算是空了水 它里边也没 明白了吗 好了 别的没什么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姨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 很多游泳的羊花知识 我是老花姨 羊花最容易 拜拜 错包